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手亮哥 北京时间3月3日2023年单板滑雪市井赛 女子U型场地技巧决赛已经结束了较量 而今天给他会计算的主角 就是这位来自我国的蔡雪通 蔡雪通成获了单板滑雪市井赛冠军能登 现象的蔡雪通已经29岁了 保安场比赛蔡雪通的最大拥对手 就是来自日本的小野关西 保安场比赛蔡雪通的表现惊艳了全差 比赛到底有多剂量 接下来我们就来体现了精彩的画面 只说一是这个小野关西 今年已经连续夺得卡尔加里和猛马山 等三个四级杯风战赛的冠军 现象的小野关西年已才只有18岁 也被誉为单板滑雪的天才少女 赛前小野关西预赛是以90.50分第一的身份经济决赛 而蔡雪通只以预赛第三的身份经济决赛 小野关西也一度被视为本场比赛的夺冠大热门 而这个单板滑雪U型场地决赛一共有三轮轮座 取最好的一轮成绩为最终的成绩 决赛的出场数据是按预赛的成绩排名倒序出场的 比赛的时候 结果蔡雪通在第一轮动作的时候就爆发了 只见这一轮动作下来 蔡雪通不管是瞳孔高度 还是空中转体720度和抓板都完成得非常到位 并且落地也是稳稳站住了 这一轮动作下来 蔡雪通完成的无可挑递 得到了90.50分的高分占据第一的位置 或许第一轮动作 蔡雪通就拿出了如此高水平的表现 这也给了小野关西很大的压力 结果小野关西在完成第三个空中转体后 落地出现了失误 这一轮小野关西只得了36.50分 只排在第六的位置 比赛进入第二轮的动作 或许是第一轮动作的完美花卉 也给了蔡雪通很大的信心 只见蔡雪通选择去挑战更高难度的动作 结果在最后一个落地 有点没有站稳失误了 这一划蔡雪通得到了49.75分 继续取得第一位 而小野关西在第二轮动作中 也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 不过整体难度和完成度 都没有蔡雪通那么出色 这一轮小野关西得到83分占据第三位 结果在最后轮动作中 蔡雪通还是在最后一个落地的时候 没有站稳和遗憾又失误了 第三轮蔡雪通得到47.75分 而小野关西在最后轮动作 为了赶超蔡雪通也是拼了 只见小野关西拿出了超高难度的动作 结果试得起反 在第二个落地的时候没有站稳失误了 最终蔡雪通以90.50分无许念夺过 而小野关西以83分最后只获了第三名 而这枚宝贵的金牌 也是蔡雪通本人的第三枚试紧在金牌 同时也是蔡雪通时隔六年后再次夺得该项目的金牌 这对于马上就要30岁的蔡雪通来说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也期待他会有更加坚强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见解预设计是有我大手的想办 我们下期再会